第四十章,小型宇宙,无尽幽海极为广阔,而在它的上方却有着更加广阔的法则海洋虚影,大量的神力海水不断降下,仿佛下着暴雨,是法则海洋,竟然这么多神力降临,迎合圣地的宫殿群中,那些真神,宇宙之主,还有大批的宇宙尊者等都一个个摇看过来,摇看着那法则海洋虚影。 都为之震撼,在无尽神力海水笼罩下正有着一百袍身影站着,吞吸速度竟能这么快,罗锋为之惊叹,一般神体恢复,若是重伤,从九十神体恢复到一百神体,一般需要时间较短,可若是从五十神体恢复到一百神体,所需要的时间则开始万倍百万倍的暴涨, 因为损失神体,等于损失了部分灵魂,要恢复起来极艰难,这才造成损失轻微时恢复很容易,比如有九十八的神体,自然很快能恢复。 一个道理,无尽优海的体积大概是之前的九十,可是因为是神力重组,实际上罗锋的灵魂没有丝毫损失,因此他的吞吸速度极为迅猛。 我感觉到,我的每一份神力都在那喊似的,疯狂吞吸着。 罗锋惊叹,并且正常情况下要吸纳法则海洋中的神力比较困难,可我现在吞吸,法则海洋直接降临虚影似乎极为的配合。 跨入不朽,跨入尊者,跨入宇宙之主。 在每个门槛跨越时,法则海洋会直接倾倒神力,罗锋此次突破是神体生命层次的突破,即便是本源意志在想帮助罗锋尽快提高神体,也得遵循规则。 罗锋必须主动吞吸,才能引动那些神力海水降临。 一者罗锋灵魂完整,二者十万倍的神力本身的吞吸力量惊人,三者本源意志在规则允许下极度配合。 短短一年多点时间便让无尽幽海又再度扩张到直径十二光年。 无法扩张了。 白袍罗锋站在无尽幽海海面上,而高空中的法则海洋虚影则终于散去,达到直径十二光年便无法吞吸到神力了。 罗锋若有所思点头,达到神体第三层次,所谓大小随心,无限神体,恐怕这个无限神体也并非真正的无限。 许知,原始宇宙的法则,海洋内的储备都是有限额的。 怎么可能真正无限?直径十二光年便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度。 罗锋瞥了一眼遥远处,在遥远处宫殿群中的确有着不少强者遥遥看着,显然持续一年多的法则海洋蓄影降临,且时刻宛如暴雨般大量的神力海水,也让那些强者们为之震撼。 开始吧。 罗锋心意一动,只见旁边一个个身影接连浮现。 分别是幽海分身,磨砂族分身,金角巨兽分身,加上地球人本尊,进阶站在着。 0。 罗锋看着下方广阔的无尽幽海。 轰隆,随着罗锋一个意念,顿时下方无尽幽海,轰然朝罗锋地球人本尊涌来,只见罗锋地球人本尊宛如无底洞, 尽情吞纳着一切神力海水,一眨眼功夫,原本浩浩荡荡广阔无尽的无尽幽海,竟然凭空消失。 不,准确说,还剩下了一片小湖泊,相对之前的无尽幽海而言,这小湖泊简直可以忽略。 恩,罗锋皱眉看着远处虚空中的小湖泊,我地球人本尊,竟然无法容纳整个无尽幽海的神力。 罗锋按道,那小湖泊,相当于之前我地球人本尊神体的储量。 也就是说,我地球人本尊拥有的神力和直径十二光年的无尽幽海完全一样,一分不多,一分不少。 也不能太贪心。 白袍罗锋看向身侧,翁隐约金光亮起。 顿时,地球人本尊,金角巨兽分身,磨砂族分身,小湖泊,幽海分身,进阶进入金光中。 去神国了。 银河领主,回归他的神国了,吞吸道那般多神力,应该开始神国扩张为小型宇宙了。 远处观看的虚金真神,火穷真神等一个个都期盼着。 广阔的神国,有草原,有大海,有山脉,罗锋站在高空,摇看着自己无尽的神国。 我的神国早就达到极限,只要开始扩张,则会很快演变为小型宇宙。 我的神力也吸纳到极限,无法再吸纳,那么就开始吧。 罗锋站在高空,情不自禁有些激动,怎能不激动? 毕竟期盼这一天,足足期盼了万亿纪元。 随着罗锋的一个念头,广阔的神国顿时轰隆隆开始扩张。 原本的神国界壁再度朝外膨胀。 这一膨胀,顿时发生剧烈反应。 轰。 整个神国震动,顿时移到虚空通道,直接连接到神国内。 这一条不知道源自哪里的虚空通道的这一端,疯狂涌出了无尽的混沌气流。 浓郁的混沌气流一涌入进来,顿时撕裂大地,撕碎海洋,一切破碎,重回混沌。 得到大量混沌气流力量供应,神国开始疯狂扩张。 哄。 随着神国扩张,又一道虚空通道诞生,更加多的混沌气流涌来。 宛如灭视场景,罗锋站在神国中央,看着四周,一个个虚空通道接连诞生, 涌来无尽混沌气流,令整个神国内形成一处处混沌漩涡,神国且在持续扩张着。 一边扩张,神国本身还在不断地移动着,神国本身就是在空间加层中, 空间加层往外便是原始宇宙魔壁,穿透魔壁便是进入宇宙, 还此刻神国便是不断在进发。 想要从神国一跃扩张到小型宇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。 转眼便过去了七天,就要到一亿光年了。 直径一亿光年,真神的小型宇宙一律都是如此。 罗锋站在无尽混沌气流,期待感应着自己的神国。 虚空真神的小型宇宙直径,直径是从十亿光年到百亿光年, 可真神却一律是一亿光年。 因为在诞生之初,都一样,小型宇宙刚刚诞生, 当扩张成型后,则立即进行小型宇宙内部架构等等, 当将来突破为虚空真神, 这小型宇宙的内部架构和真神实力等等, 才会影响虚空真神小型宇宙的大小。 哼,整个神国猛然一战。 原本的神国壁垒,已然变为了宇宙魔壁, 且变成了一直径一亿光年的巨大天体。 紧跟着这直径一亿光年的小型宇宙, 竟然又在持续地扩张,还在变大。 本就激动的罗锋顿时恶然, 一切真神小型宇宙进阶一般大小。 怎么我的小型宇宙还在变大? 难道和我身体有关? 罗锋不由想到。 之前突破到十万倍, 那可是原始宇宙亿万族群跪拜来赫, 这场景简直不可思议。 而神国扩张, 本就和神体最有关联。 神力路线就是神体先突破, 令神国可以继续扩张些许。 而一般走神力路线的, 不管是三万倍、六万倍还是九万倍, 它们的小型宇宙也都是一亿光年直径。 罗锋却是突破这一智骨。 在断东和一脉, 晋知世界对远古文明记载, 都没发现十万倍生命基因的真神诞生。 这可比九万倍难了不知多少, 稀有了不知道多少。 这样一种情况下, 十万倍生命基因层次岂会那般简简单单? 须知, 达到三万倍便是神体高度暴涨十倍, 六万倍则是暴涨千倍, 九万倍则是无限神体, 大小随心。 这十万倍, 更是引起规则降临亿万族群来赫, 若是一点特殊都没有, 那才叫笑话。 只是罗锋现在一心要成真神, 未曾仔细研究罢了。 而现在, 小型宇宙超过正常的一亿光年直径智骨, 便是十万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其中之一。 直径越大, 体积更是翻了跟头式的暴涨。 这小型宇宙扩张就越加缓慢, 因为所需混沌气流更加的多。 直径两亿光年, 三亿光年。 罗锋在那扩张小型宇宙, 可整个原始宇宙乃至宇宙海各族都早就为之望眼欲穿了, 等待着一颗新的小型宇宙出现,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。 怎么回事? 混沌城主也有些焦急, 罗锋之前和我说, 开始去演变小型宇宙了, 这演变小型宇宙应该要补了多久才对。 这已经半年了, 怎么还没消息? 在他的对面, 则是另一白袍男子元祖。 罗锋洗白袍, 元祖也是。 不过二者气质不同, 罗锋更如一把长枪, 坚定锐利不可阻挡, 而元祖则更为温润。 我也不知, 元祖摇头, 虚拟宇宙只能隐隐感应到那一片区域, 我确定, 罗锋的神国就在那一片区域, 可此刻他神国扩张, 更开始诞生本源, 我本就不能侵入。 更别说在扩张时, 有本源意志帮助, 也有至高规则的摧发, 谁都无法影响他, 也联系不到他。 突破时, 受绝对保护, 没谁能打断对方的突破。 宇宙海各族交集, 罗锋则在自己的小型宇宙中, 感应着整个小型宇宙的不断扩张, 终于有一日, 整个小型宇宙轰然停止扩张, 一切成形。 同时, 一股无可抵挡的浩然之力, 作用在小型宇宙上, 令本就碰触到原始宇宙魔壁的小型宇宙, 整个就仿佛被弹出的一颗玻璃球。 轰, 整个小型宇宙直接轰然出了原始宇宙, 如鱼入大海, 鸟入天空, 这小型宇宙也终于进入了浩荡的宇宙海。 最大的宇宙是进入了浩荡的宇宙温用 North America, 新宇宙的浩荡的宇宙。 最大的宇宙在那里, 第一次宇宙有一点,